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视频 今天,我们将踏上一场壮丽的探险 前往地球上的巅峰,珠穆朗玛峰 这座神奇的山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 是世界上的绝对之巅 珠穆朗玛峰也被称为珠峰 是地球上的最高峰,海拔8848.86米,29,031.7英尺 它坐落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地带 成为了许多登山家梦寐以求的挑战之地 这座山峰的名字珠穆朗玛来自藏羽 以为天上的第三圣者 它被尼泊尔人称为萨加玛塔,以为天之神女 珠穆朗玛峰不仅是壮丽的山峰,还是挑战的象征 每年,数百名登山者前来尝试攀登 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探索珠穆朗玛峰的壮丽风光 了解攀登这座山峰的挑战 珠穆朗玛峰登顶历史,挑战与危险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次不可思议的旅程吧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 珠穆朗玛峰已经见证了许多勇敢的登山家不断挑战极限 这座雄伟的山峰于1953年首次被攀登成功 由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的楚庭灯成为第一位登顶者 他们的冒险故事成为了登山历史上的传奇,激励了许多人前来尝试 从那时起,无数人在冰雪覆盖的峰顶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每个人都在追逐着一种独特的成就和荣耀 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需要不断面对危险 高空缺氧、低温、风暴和冰裂缝都可能威胁登山者的生命 登山者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 还需要精湛的技巧和决心来应对这些挑战 高山疾病,尤其是高山肺水肿和高山脑水肿也是登山者面临的风险之一 这一切使珠穆朗玛峰成为极具挑战性和风险的登山目标 珠穆朗玛峰不仅令人叹为观止 还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尼泊尔和西藏来说 这座山峰是精神上的象征 被视为圣山、被尊奉为神圣的地方 登山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项重要产业 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支持 然而,这一影响也伴随着环境问题 登山者留下的垃圾和高山基地营地的开发 对珠穆朗玛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 保护这一自然奇迹的责任变得愈加迫切 以确保它能够继续为未来的世代带来惊喜和启发 感谢大家一起来探索珠穆朗玛峰的壮丽之旅 这座山峰不仅是地球上的最高点 更是一个充满挑战、神秘和奇迹的地方 它的历史充满了冒险和勇气 登顶它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登顶背后的挑战与危险 以及对文化和生态的影响 尊重和保护这一自然奇迹是我们的责任 以确保未来的世代也能感受到它的壮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我们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再次相见